我们后段写完成之后 那相对应的就应该是把前端的东西来去完成一下了 那前端当中完成的话 咱们也就意味着说 应该是当你再去点击这个部分的时候 应该去触发发送短信的验证码吧 所以咱们现在回回来来看一下 在前端当中所对应的页面是regesterhtml 所以对应的相对应的gs 现在咱们先把这个页面打开 在html当中注册的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呢如果想要去获取验证码 这代表的是发送短信码 所以呢在这个按钮的这个地方 我都给你填写了一个A标签 然后呢并且把点击的时候的那个事件行为 我以函数方式给你定出来了 所以咱们现在回回来就应该是 当你点击这个地方呢会触发这个gs的函数 看一下把它点开 gs里面的注册的regester.gs把它点开 打开之后那相对应的 咱们刚才那个函数的名字叫做 send sms code 所以在这里面就正好有这个函数啊 就是在这呢 也是发送 点击 发送短信验证 码后被执行 的函数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意味着说 当他点击这个的时候要去执行代码呢 那你说前端当中要做什么工作呀 前端是不是也得先去进行业务逻辑判断呀 先判断手机号有没有填写 手机号的格式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图片验证码有没有填写 然后只有这两个都填写完成之后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才向后端去请求 请求我后端所谓的这个接口发送短信呀 所以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gs呢 咱们不再去写了 相对应呢 首先 我通过接口的方式 从页面当中呢 把输入框 这个手机号的 mobile的输入框 这里面有对应的 前面的手机号 把这个输入框呢 值给你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判断一下手机号有没有填写呢 如果没有填写的话 我给你提示错误信息 那这个错误信息在哪呢 也是在页面当中 给你预留过一个位置 就相当于 在手机号的这个输入框底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error message 专门是用来去 在手机号底下进行提示的 所以呢 就相当于 如果没有填写的话 我把那个对应的文本给你写上 然后呢 把那个错误的一个东西 给你展示出来 默认那个条 DIV是隐藏的 给你展示出来 这是关键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除了这点之外 我在这个gs当中 是不是还加上这样一句话呀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 看一下是在哪呢 刚才我所操作的东西 是这个地方 叫做phone code A 这个标签 这个phone code A 就是获取验证码的 这个按钮 就是这个按钮 那意思就相当于 很有可能用户 在操作页面的时候呢 他连击了吧 有没有可能连击啊 很有可能连击了 一下子 相当于触发了两次函数调用 那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处理一次函数调用之后 我立马把它给你禁止掉 然后60秒之后 是不是才能再点击啊 所以就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你一旦点击之后 只要是第一次点击 我就把phone A的那个东西里面的 onclick事件 给你移除掉 移除掉之后 哪怕你在这个地方再点的话 这个onclick事件所对应的 这个函数 是不是都不会再被执行了 就把这个属性给你移除掉了 一移除掉 就不会再去出发了 所以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相当于 哪怕我在验证这个手机号 如果手机号没有去填写的情况下 我再把这个东西的地方 不仅要给你展示送信息 还要把刚才onclick的东西 再给你回回来 让你能够再来去进行点击吧 其实关于这样的 那我在前端这里面呢 就没有再对手机号去验证 你可以在前端通过进行方式 把手机号的格式也验证一下 再往下走的话 就相当于还要去验证一下 图片验证麻 那个值有没有填写 如果没有填写的话 还要去提示图片验证麻 凑信息 再来去提示这样 再把这个onclick实键给你补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只有前面两个都已经校验 完成之后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我向后端发送接口的时候呢 这两个参数是不是全了 全了之后 我就可以向后端上请求了吧 所以这时候这个请求 还能像图片验证麻一样 依赖于这个浏览器帮助我发送吗 我们图片验证麻的话 是不是放到这儿 依赖于浏览器帮我发送了 但是短信验证麻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依赖了 只能我们自己向后端发送请求了 那我们向后端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得能发送了 是不是之前咱们已经铺垫过来 得用这个阿杰克斯往后发送了吧 所以就得按照发送 阿杰克斯往后发送 那我现在所定义的后端呢 必须是以盖的请求方式发送 所以我在前端当中 是不是也得用盖的方式访问呢 然后呢 在这里面 你可以用简写 也可以用完整方式去写吧 对吧 那怎么去决定 是用完整方式呢 还是用这个简写呢 就在于看一下 我所向后端发送请求当中 有没有一些额外需要定制的地方 如果说用简写的方式的话 看一下 发送的链接有了 对应的数据 实际上是不是也能组成钱呀 然后呢 这些数据一旦完成之后的话 那还有其他的请桌头 需不需要我定制 你现在看一下 请桌楼需要定制吗 不需要吧 不需要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直接去采用那个简写的方式 就全了 就已经可以了 所以这时候回回来 咱们就直接去使用简写方式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到了点 盖它 往后发送 往后发送的话 对应的链接地址 是后端的链接地址吧 应该是斜线 API 斜线V1.0 再往后走 应该是SMS 扣的 扣子 这是代表的是 要获取这个资源 然后呢 我们的链接当中 实际上是要把手机号拼过来呀 对吧 手机号拼过来 那咱们直接去使用的 GS的这个 字符上的添加操作 手机号是哪呢 手机号是刚才通过这样的方式 已经取完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进行过交验 所以呢 如果交验通过 在这里的话 是不是直接就取用了 Mobile 拿过来 这是关于体重链接 第二个参数呢 代表发送的参数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这一点的话就相当于你怎么去做呢 你一方面 你可以直接把对应的图片验证码 图片验证码的值 跟图片验证的编号 直接自己使用这个自负转的拼接方式 你往后拼 往后拼 没有问题 也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你不拼的情况下 只要是问号开始后面的数据 你都可以直接放到第二个参数上面来 放到第二个参数上面来的话 阿扎克斯会帮助你把那个数据 给你拼接上去 这是关键的 那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咱们可以直接先去构建一个 在GS当中的对象 比如说 把它叫做请求的数据 Request Data 那我们要往后面拼的数据有哪些呢 问号后面有一个图片人码 还有图片人编号 我就直接放到这儿 在这个对象里面的名字 会作为拼接的名字 参数的名字 所以我后端起的叫做ImageCode 那咱们就叫做ImageCode 它的值是多少呢 是应该刚才取出来的这个值吧 GS里面取出来的 这是图片验证码的值 这是构造 向后端请求的参数 好 这是这些值 然后呢还需要有一个ImageCodeID 这也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把它拿过来 对应的那这个ID的编号是什么东西呢 咱们之前在发送图片验证码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给它保存到全局变量当中来了 对吧 只要你发送过图片验证码 只要你在这里生存过 所以那个东西值 我就已经给你保存下来了 所以咱们直接使用这个变量 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儿 这是图片验证码的编号 验证码的编号 然后呢这是全局变量 放到这儿 好了 现在当前最应的一个请求的对象有了 我们只要把这个对象放过来 放过来之后呢 它就会把对象里面的键和值 直接给平开 平开之后呢 放到列印里面 就以这样的键等值 与号键等值的方式 它帮助我们形成 这是关键点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现在再往后去看一下 再往后去走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GS 二架空中 是不是就可以去写回调函数了 对吧 就应该是function 去写一下回调函数 写一下后端 发送 请求 那发送请求的话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按照我们之前所去说明的情况 我们说了 后端最终在给我返回的时候 是不是反正是这样的阶层数据啊 反正是这个阶层数据 然后呢 相对应的 它还会帮助我们设置一个 可能是type 等于application阶层吧 只要是这样的格式的话 回传过来的时候呢 在阿达克斯当中 我在这个回调函数 收到的响应值 就是已经被阿达克斯解析好的对象了 就不再是那个字符串了 可以直接把它当作对象来进行对待 这之前是不是也在去讲那个图书案例的时候跟大家说明了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直接就行操作 我们再写下 ISP是后端返回的响应值 然后呢 因为后端返回的是Json 四伏转 所以 然后呢 阿达克斯 帮助我们 把这个Json 字符串 转换 转换为 GS 对象 放在这 转换为 GS 对象 ISP 就是对象 就是转换后的对象 好 在这里面 那咱们既然是对象 就可以直接操作里面的东西了 那你说了 我们在这里面前端要写的逻辑 就应该是根据它的反 根据我们在后端写的返回的不同的参数 来进行相互对应的提示信息吧 对吧 那在这里面就相当于 我要去把所有的场景的尽量都去写全 那咱们在这里面去前端的话 咱们就去简写一下 咱们去处理一些个点型的东西 比如说哪个点型的东西呢 如果if对应的ISP里面的 我们传过来叫做error number吧 error number 然后呢 它的值是多少呢 如果这个值的话 咱们选哪个东西呢 在这里面要去选的话 比如说咱们先去处理这个0 咱们去处理这个0 那处理这个0的话 咱们来去选一下 这是哪个0呢 这指的是OK 我们把它点一下OK OK你反昏出来的这样一个值呢 就是这样的状态码的这个0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先出去一下 后端反昏的是OK的情况下 如果你后端反昏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值 写一下 表示发送成功 表示发送成功 那我们看一下 发送成功的话 在这里面要做成功 对 发送成功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面进行相对应的60秒的计时量 对吧 咱们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相对应的60秒的操作了 所以在这个任务上面操作了GS里面去写的话 还有影响怎么去写吗 还有没有影响 得去构建一个定时器吧 对吧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Duration Duration 一个计时器 或者叫做Timer 这个计时器当中应该是哪个东西 叫做SetInterval吧 就是它呀 我去构建一个它 应该没记错吧 应该是叫做SetInterval 然后呢 去创建这样的计时器 那在这个计时器在已经构建的时候 我实际上是可以去给它传入描述信息了呀 对吧 能够传入哪些描述信息呀 应该没记错吧 描述信息的话 不是通过对象的方式来传的 应该是定时器当中 每到一个定时之间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去执行一个函数啊 我们把它叫做Function Function放到这儿 然后呢 那这个定时器当中 到底隔多长时间去执行一下 我要待会给它写的这段函数的话 是不是可以放到这里来呀 它的单位是 比如说就是1000毫秒 比如说一秒的时候 帮助我来去执行一下 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说 你在这里面要去检释 倒计时605958 比如说每一秒都能去触发一次吧 可以给你放到这儿 然后呢 总共有多长时间呢 60秒 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把这个定时器的函数去写一下呀 对吧 咱们把这个定时器的函数去写一下 应该没记错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这个定时器当中去做的时候呢 应该是每一秒当中的时候呢 都会去执行我这函数 那我这个函数所要做的工作呢 就应该是说 把这个地方显示的不应该是这个文本 而是应该是那个倒计时吧 对吧 那这个地方是哪个值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是哪个对象呢 是这个 分扣的 A 这里面的文本吧 是不是它的文本呀 所以把它拿过来 我要操作的东西呢 就是直接去修改那个文本 修改倒计时文本 所以呢 应该是 Dollar里面的话 刚才的明星应该是点的方式 把它拿过来 我要去修改它里面的HTML文件 这个字段吧 要去修改这个文本了 那去修改这个文本的话 要修改什么样的文本呢 是不是要去把里面的这个值 改成多少多少秒的倒计时啊 对吧 那这个倒计时哪来呢 我可不可以先在外面 先去构建一个数据值啊 比如说 Number Number的值是多少呢 60秒 放到这 60秒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进行划断呀 每次去执行的时候呢 咱们先来一下 每次执行的时候呢 Number值 我都要进行减哪个操作吧 让它减 往下去减一是不是可以啊 只关这个地方 减等一或者减点什么都可以啊 对吧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 什么时候去修改 把它修改成这样东西呢 如果说 当前这个Number值 还到哪了 如果是大于一的 这样的情况下 我去修改这文本吧 否则当你到最后这一秒的时候 就不应该是在显示 不显示这个多少秒了 应该是再恢复回 这个获取验证码的东西吧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进行划断 就是如果大于一秒的话 然后呢 在这里面去显示 相对应的到底式操作 显示最应的这个到底式操作的话 应该在这里面 当中去写了 写什么东西呢 应该是当前的Number 剩余的这个秒数吧 再加上多少秒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那再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往下走 那else 如果是到最后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那就应该再给它恢复回去吧 把这个剪的话也放到这 大于一的时候呢 就进行剪 到最后一秒钟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值呢 再给你恢复回去 恢复为刚才的原始的这个值 原始的值呢 就叫做获取验证码吧 拿过来 放到这 不仅要去给它恢复回这样的本本 还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实际上是不是还得把 那个一开始的这个 Uncle League这个移除的东西 还要给它恢复回来呀 对吧 所以还要给它恢复回来 恢复回来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 这句话 我们直接放到这 恢复 不仅要恢复它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得去清除一下这个定时器吧 对吧 要销毁这个定时器 销毁这个定时器的话 应该怎么销毁啊 是clear interval吧 然后呢 把哪个定时器呢 是不是当前这个timer啊 直接把这个定时器 来给销毁一下 就可以了啦 所以这是 是关于这个函数 好 这是关于这个零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东西做完整之后 我们再来往下去看 还有什么样东西呢 if零 IOS 在这里面的话 应该是在IOS if 然后呢 再来根据我前端 再根据我后端返回的 其他的这个信息 是不是进行相关的定义的提示啊 对吧 要进行这样提示信息吧 那关于这些提示信息的话 咱们就不再去写了 你要没什么技术含量 相当于我得去判断一下 if as never 等于在后面去查多少多少值 然后呢 对于呢 返回的是什么样的错误 我在这里面去在哪行展示错误信息就可以了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就统统的去处理一下 处理什么东西呢 所有的其他的情况下 我都给你alert一下 我把这个提示信息呢 ISP里面的 我们是不是还传过message啊 我把这message给你提示一下 error message 其他东西呢 我都给你去提示一下信息 提示完这信息之后呢 咱们还得去想着 把谁呢 再把这个 这个onclick的东西呢 还得给你补回去了 允许你下次再停点击 好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所以咱们把这个前端也写完了 那就相当于我们只是在前端当中呢 给大家去补出的是盖的 补出的是这个阿甲克斯的这样的逻辑 咱们现在写上之后呢 回过来来去相对应的测试一下 我把这个东西呢 稳本先清掉 清掉之后 我看一下后端咱们有没有在运行了 咱们重新启动一下 行动一下之后 回过出来 我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之后呢 咱们看一下sauce当中 确认一下 在这个里面的gs当中的 这个iHome里面的rejectergs 那在前端当中 之所以能显出来这样的目录的关系 就因为是说 我们在这个后端所去使用的 那个gs文件 看一下咱们它后端去返回的 那个rejecter这个gms文件 它所以呢就是按照这样的层级去闪出出来的 所以浏览器就会把这个路径给你展成功路的方式了 咱们能够看一眼相对应的 这是刚才我们刷写的 点击之后发送短信验证码被执行 然后呢这是向后端发送请求 这是刚才咱们写的代码吧 已经都是最新的了 所以咱们再去写一下 比如说是什么东西呢 1851 咱们先去看一下正确的情况下 应该是RDNO吧 来点击一下 获取一下 获取一下之后 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已经有到60秒倒计时了 所以就相当于后端呢已经去发送了 在Network这里面去看一下最新的 这是向这个手机号发送的请求吧 这已经触发过去了 对应的返回值Response Code当中 看一下对应的已经也是发送成功的东西了 所以现在其实的60秒倒计时